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再來看 2001雅 第四座 這個 我們學習的 就是無中菩薩的故事 那麼再來這裡 就要跟我們介紹 世親菩薩 他的故事 他才說 第四座 無所判斷 由於 三座 無所判斷 第四的 第四的呢 他也是 無所判斷 那麼他也 同樣 在小生的 三座 無所判斷 復刻的文 偏通 無所判斷 身材 尊龍 無科 尾修 有所判斷 有所判斷的文 這個破學的文學到很快 譬如說當時它可以破片、通達 包括細節、外節的電章 還有活化的電章 所以它所惡的切、所惡的論 不太快、不太多 這樣叫做破學的文 那麼身材就是 既它的材法、既它的材情是全論 這個全就是結出的意思 這個人很結出 它的材法很結出 那麼論就是明朗的意思 就是說它的材情本身是有材 本身是有材情的 不過大家也知道它真的有材情 所以本身是很結出 也知道大家也知道 就是說它的名字很大 那叫做論 那麼無科為材 就是既鋼類的意思 材就是鋼類、鋼壞 鋼類、鋼壞叫做材 因為它的材情特別結出 所以更加上它破學的文 可以破片通膽 包括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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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所以沒有人可以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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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這位第二的法書就僅僅叫做保守伴侶就是天親 下這裡是說世親 所以今天如果以保守伴侶來說就是單獨基世親菩薩 這樣就單獨基世親菩薩 如果是無中菩薩的就是阿正家 他就不叫做保守伴侶就是阿正家 所以如果是後來的人要請給這兩位菩薩 就是一個無中一個世親 所以他這麼簡單把我們三爪介紹世親菩薩 他也是在小生的菩薩出家 還有呢他本身是報告的無恩跟行情歌 真有知情的人 這樣 那麼再來呢 他現在呢 他現在呢 故事就跳去另外一段 現在這裡 他要來幫我們介紹有關薩薩德寶 有關這個部牌的事 還有包括這個部牌 他們的有做一部論 那個過程是怎樣 所以修先生說 婦在別逗了後五百年期間 那當時有一位阿樂漢 叫做驚前縁主 這樣 我們要了解 無中跟世親菩薩 他是在婦別逗了後九百年的期間 比較實現在這個世界 所以現在這個故事呢 就比無中跟世親菩薩更早 才四百年 正在無中世親菩薩四百年前所發生的事 還因為有相關 所以他先跟我們做一個介紹 那麼廟先驚前縁 將廟為明 是怎樣這個阿樂漢叫做驚前縁主呢 因為他們老母就叫做驚前縁 那是他們老母的姓 所以他是由這個老母的名 來和祖父的名 就叫做驚前縁主 先以薩薩德寶出家 那麼這位阿樂漢 他最優先也是一樣 在薩薩德寶出家 這個薩薩德寶呢 毫不斷了後不多久 漸漸就在分裂了 分裂出來 所以當時是一個很大小生的寶牌 不過一直到毫不斷了後呢 五百年 這個寶牌還在的 又是一個主體 到無縁四千 佩薩德寶寶 是很大人間的時候呢 他們最優先 也是在這個寶牌出家 所以可以了解說 當時印度呢 這個寶牌 也是有相當的規模 等於說佛地主呢 都台德所 都是學習瀟生副法 人家都是在這個寶牌 學習他們的經義的 本是天地人 學王 家賓國 家賓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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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依五百阿樂漢 吉五百菩薩 共全執 薩佛德寶 阿彼丹摩 世為百慶難他 吉出甘文百慶度 那麼這個驚前 驚前的主阿樂漢 他在家賓國就貪五百菩薩 阿樂漢 還有呢 貪五百菩薩 在這裡 共同傳集 一部阿彼丹摩論 這個阿彼丹摩 如果翻譯過來 就是對法 阿彼丹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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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叫阿彼丹摩呢 因為今天這個翻可以讓我們對向立翻 我們學習這個佛的經 佛的動力 佛的研究 它可以幫助我們同向立翻 對向立翻 所以這個翻 就是這條翻 對向立翻 這樣 幫助我們通達有翻 驚向立翻 所以阿彼丹摩 就是翻 就是對翻 這是它的意義 那麼薩佛德寶的阿彼丹摩 就是這薩佛德寶的論 它的論 因為我們要了解 最初代行修鑽者 它在這個阿彼丹摩隆的支持之下 在這個蓄壓規 結集經典 最初結集的就是 宿佛的阿彼丹摩 那麼漸漸消生腐發 分裂的時候 就是說 為什麼會分裂呢 就是因為他們對阿彼丹的改善不一樣 都有主義的意思 本來佛說的經就是這樣 不過他對佛說的經的看法有不一樣 所以就在那裡 輸送意見分裂 人家比較分裂做很多佛派 那麼今天 他的薩佛德寶的受傷人 包括五百的阿彼丹 五百的菩薩 他們就想要來寫一部優管 他們這個方便的一部論 就是他們薩佛德寶對佛法的一種境界 那麼他要把寫作論出來 要把寫作整部的論 當然這個論 當然 他是主要解除境 解除這個宿佛的阿彼丹 他們就是用他們的觀點去改善 用他們的訴訟去改善 所以就跟其他佛派所說的就不一樣 要不要訓的經 就因為反覆嘛 反覆就有這個問題 或是說中心有這個問題 如果完全通膽呢 就有自己的看法 現在他們就要來做這部論 要做為什麼呢 八極蘭塔 那麼這個八極蘭塔 就是這個人體法書以反映 以反映 說八極蘭塔 這個極蘭塔當然也是反映啦 反映 那麼他的臉書呢 這個初間文八極蘭塔 就是現在中國所說的八極蘭塔 意思就是說 在人體法書 他要反映這部 無縱世間的故事的時候呢 其實那時候我們要了解 那個時代呢 也有很多 外國的法書來到中國 反映經典 所以他們就像這個 其他人就像 其他人就像 其他人就像其他人 反映做憲度 反映做憲度 所以整體法書 它是反映做其他人 但是一宅當時呢 同樣的時代 不同樣的法書 它就反映做憲度 所以 他所說的八極蘭塔 就是現在所說的憲度 那麼什麼叫做憲度 什麼叫做極蘭塔呢 簡單說 就是分類變質 分類還叫變質 復環的 當然復環 它在刷的動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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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今天 我們對這個 很公煩的復環 很看的復環 我們去把整理 把整理 把它分類 把整理 把整理 變質一步一步的切 這樣 這種叫做憲度 也叫做憲蘭塔 那時候 我們把整理 把整理 那個 比如說說改的部分 邊邊這個 福建 或是說邊邊這個 福教的這些 這些 導致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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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這裡有紀錄的研究 如果你說改的部分 我們把分類好 先把分類分作一類一類 同類還要把編集作為 那麼這種就叫做K男他的意思 那麼巴K男他就是那時候 他們要編集 在瑞浦德博、美濺摩論的時候 因種範圍、設定八個種類 這樣 設定八個種類 然後其中這個復範的 王這八個方向分類、便宜 叫做巴K男他 那麼K男他也有違憶、也有違憶 這個就是 政治法書 他特別給我們解釋 K男他的意思 那翻譯國來中國外 也可以翻譯做見 也可以翻譯做見 為人類 國上結束 國文見 為什麼說叫做見呢 就是疑慮 他這樣 保障有一個結束 就是說這個規範的動力 這樣 這樣的疑 當然 他的慮要很多 那麼相關的慮 他必須自己 保障可以結束 我們首先是分類 分類 工類的東西 可以放在一起 工類的東西 他好像有一個 相應的動力 有一個相關的動力 那就是結束 這樣 所以不只說叫做見 然後再來呢 有立議令不散 國文見 就是呢 今天為什麼要叫做見呢 就是說 我們做這個事情 我們如果把變做這個欺欺欺欺欺 他就可以立起這個動力 比如說我們先把分做八個種類嘛 如果第一個種類是屬於改 這樣 第一個種類是屬於改 那麼改的競爛他就能立起 有關佛在京中所說的改的道理 讓他們不會散開 聽說這些道理說得很大 在一部經也有說到 在另外一部經也有說到 或是在什麼樣的因人之下也有說到 那麼現在我們都把它收集作為 他就不會散開 邊邊說改的相關的道理結結束作為 他就不會散開 所以這個改的競爛他就能立起改的道理 如果說定的競爛他就能立起定的道理 將經典、將宿佛、反經相關定的道理 他就把它連結起來 讓他不會散開 再來呢 個... 什麼叫作戰呢 就是說這些的其他是有一個反udo 有一個分別、有一個反udo 所以呢 還要說做戰 一連一連 這些材料不是說無限量 說不完 不是 相關的材料結合起來 如果他做一部有一個系統的論出來 完全介紹佛地經常說的 比如說改 改的材料當然它也是有一個限度 有一個分別 如果說定例 例如宿船法定要怎麼收 要怎麼栽培 他的過程有什麼樣的境界 現象的出現 他同樣也是跟分類 說給環境 不然他也是有一個限度 有一個分別 所以那個叫做節 就是分類 分節 這樣 又請出文為法悔論 再來呢 佳耶阿羅漢還有菩薩 因共同轉接的阿比丹摩 在八的阿比丹摩裡面 就是分作八個季蘭塔 這佛論也可以成為法悔論 這是佛地主 如果學心了 能夠發起帝 所以給他這個名稱 叫做法悔論 那麼佳耶阿羅漢 叫做法悔論 那麼 以心同力 即願力 公選個環境 若生文選阿比丹摩 隨所得 德效 可惜送來 當這個驚前緣主 這位阿羅漢 還有呢 祈求五百位阿羅漢 五百位菩薩 要做這件空虧的時 祈求他們的共同發起神通 用這個神通的靈能 靈能 還有在本身 他們就中緣 本身就放緣 當然性人 發在緣 本身就有靈能 那伊凡婦來說 我們如果放緣 想要怎樣 不過呢 那是一個空虧夢想 不過性人 如果要做一個事 發一個緣 那就不一樣 本身有公益 就有靈能 所以用神通的靈能 用他們發緣的靈能 就 公選個環境 向這個世界 真公反給他選個 你把它選佈 包括橫 包括近的 正說他們的神通力的靈能 要選佈的時候 當時也沒有電視 也沒有電台 也沒有報紙 也沒有報紙 不過呢 他這樣 聲音這樣說出來 就可以選擇到近橫 那麼他怎麼說呢 他說 如果這個世界 如果是有種生 在過去 曾經 沒聽到阿比丹母的話 不管是在佛的時代 佛沒多了後 這樣 你們曾經有沒聽到佛 講出阿比丹母 有聽到佛的主 講出阿比丹母的話 因為阿比丹母呢 我們剛才說的就是對法 就是說 僵對佛所說的法 那麼呢 再進一步 他跟他 上誓和討論 上誓呢 他跟他解釋 這樣 當然這個法呢 可以幫助我們 行鄉立法 所以這個通稱阿比丹母 包括一切有法 包括呢 佛生人為佛所遜的經 所遜的這個主概 當然在佛的時代呢 我們之前也說過 在佛的時代 其實 包括夏立佛專家 包括目經年專家 他們曾經就要做這個修行的論 來解釋這個修行的經 這樣 這個修行的佛法呢 其實夏立佛專家 到目經年專家 他們過去就要做論來解釋 所以他現在這些阿羅漢和佛山 他就用心通力選擇 不過 不管人和人和人 你們過去在那個時代 和別逃到後 如果有聽問到佛講 佛地主講 或人和人說 講出阿比丹母 講出佛法的話 那麼 不管你所聽問到多少 那麼請你都可以送來到外面 你把記錄起來 送來到外面 因為現在我們要做一部輪 像這些相關的動力 都會繼續起來 當然就需要這些阻療 需要很多阻療 還要來做這件工作 所以他就希望說 這個世間所有的眾生 如果要聽問到 那麼你就把它送過來 那是六天 六龍 也切 那是阿加年十十十天 有先問發生阿比丹母 六六六共 那是一股一股 色頌一肌 當因選擇了後 包括祖天 包括六神 法寶獎 一直到 一直到對 一直到這個阿加年十十十天 這個就是色球境天 色解 色解的這個十八天 這個 色解的十八天 這是相關 相關 相關戰 就是色球境天 當然它又起立 還有一個台主在天 這樣 不過那個台主在天 有時候是跟 幾立在色解主天當中 有時候 它沒有跟幾立在色解主天 那在不同的境 都有不同的公法 那麼色球境天 就是色解的相關戰 所以 有解主天 色解主天 色解主天 那麼 這些天人 包括 量身 法寶獎 如果過去 如果要聽 無人教 佛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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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 有些人跟聽文貴一句而已 還是說聽文貴 一個紀元而已 那麼 這樣 就 廣東 送來 給這個 驚千元主 台阿羅漢 讓他們來做這件 便宜的行為 那麼 驚千元主 共主阿羅漢 吉主菩薩 甘得基義 由於受得了 鼻子 非常為悲 正便轉明 那時候 他們就盯到很多 很多這些善意 盯到這麼多主寮 因為主天的都送來 量身 法寶獎 都送來 他們過去有時候 他們在佛的時代 聽附疏規範 所以就像他們說 聽過的那些 把紀錄起來 送來給他們 做這個便宜的行為 當時他們可以便宜的 他們就 一個一個去選擇 去干擇 比如說 某一個天人 送來的這句話 這個紀元 那麼 就要上誓 去判斷 這個紀元的 代理 是不是跟 修得了 跟 鼻子 有違背 沒有 修得了 就是 客經 鼻子 就是 這個 律 就是 經跟律 當然 發生的經 發生的律 在 那個 代行俠的時代 他就把它結結了 到現在 五百年了 所以這個 經跟律 當然就有結結出 這個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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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通 那麼現在 他們是要做論 所以 他就用這些論 一句 一句 這樣 來負責 收得了對照 是不是有 複合 混的意思 如果 如果有 他就將這些 資料流下來 這個天人 所送的紀元 所送的資料 複合 他就流下來 就準備來 便宜 又想 為 背 這便 氣色 如果 他跟我說 那個 道理 是為背 經 是為背 論 那麼 他就不想 這樣 因為為背 就不意思 是 所處 文句 隨 議類 相關 有明 非議 作案 在 非結 中 有明 定義 作案 在定 結 中 議類 勝利 那麼 他當時 就收集很多文句 說 主天 良心法 保障 或是在人間的佛地主 他們就像他們過去所聽 要把他朝鮮起來 那些都是文句 那麼他就像這裡 正有 選得過的文句 就雖然 道理 分類 如果相關的部分 好必說 這個道理 是要來 說明 貸貴的部分 這個類 你說 他所 客到的文句 是 要來 開始 要來 現實 這個 改定 貴 貴相關的 那麼 他就把它放大 裡面 放大 貴結 裡面 就是放大 在選擇 貴 這類的 這類的條目 如果 如果 人家 客過來的 主要 是要來 選擇 定的 動力 是要來 現實定的 動力 改定 尊於定的 這類的 那麼他就放大 尊於定的 這個條目 當中 就是跟它分類 頭生 先把它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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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複合的 動力 如果沒有複合 就不需要用 這是第一 頭的手術 先把它買好的 鑽出來 當鑽出來之後 第二就是把它分類 分成八種類 它就簡單 跟我們解釋 那是 兵 封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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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大封尼的 所以剛才說 北極南塔 北極南塔就是有分成八種類 有八種的結 有八種大的條目 所以就是這樣去分類 所以其他也是一樣 那麼 北極合佑五萬紀 到最後 他們所收集的資料 這個北極都把它分類好了 那麼分類之後 中共結合起來 如果有五萬的紀元 上面說 他得到五萬的紀元 這樣 那麼 做北極經 後 又做 比不三色字 當他們 將這個北極 跟他 變執完完之後 就是過去有聽 佛講的阿比丹 那麼 那麼這裡的一句一紀 都把它變執完之後 總共有五萬紀 所以五萬紀 如果要這樣說 可以 可以了解說 這就是 佛縮率的阿比丹 瀉率的這個輪 佛縮率的輪 這個輪的紀上 五萬紀 那麼分成八種類 當他們將這些 變執的工作做好呢 他們就要做一部 論 再來上誓 解說這五萬紀元 特別再進一部來解說 解說這個紀元的道理 這樣 所以這就是 這些阿比丹 他們做這個工作 再來呢 馬明菩薩 是夏威國 佛績得討人 現在故事呢 還進入 他才跟我們解說 馬明菩薩 這個馬明菩薩呢 他是什麼人呢 他是夏威國 夏威國當中 有一個地窟 就是佛績得討 這個地方的人 那麼 通百分比比丹 樂倫 馬明菩薩 他也很聰明地位 他當時 他通達百分比丹樂倫 這個比丹樂倫 簡單說 就是那時候 印度 在解說 反義 反義的討論 反義的文化 的一部詞 反義 也是一種 相當高的一種議員 那麼這個議員 我們要學習呢 他的討論 他的文化 要怎麼使用 當然那時候 就有一部 正義 正義 在解說的一部論 這是比丹樂倫 再來呢 吉蘇皮特 論論 這個蘇皮特 論論 就是那時候 其實那時候 其實那時候 有所謂的 六四 外島 那麼六四 外島 就是那時候 在外島的 中類當中 主體 有六四 主體來說 有六種的理論 所以這個 樹皮特 兩論 就是 包括 這個 尤其 尤其 世間的地性 尤其 尤其 外島法 總共 有六種的理論 再來呢 改十八部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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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硝性 硝性十八的部牌 當然硝性十八的部牌 基本上 這都是復法 都是復告 不過就是 他們對 三種的改稅不一樣 那是三種的經率論 副所率的 這些經率論 當然有一個主體 不過呢 十八部的 中牌 他們的 看法不一樣 他們的 種子不一樣 他們的 屬性都不一樣 今天 馬明佩産 對這硝性 所有的部牌 他們的屬性 都不清清楚楚 那麼 文宗 學父 文義所貴 因為馬明佩産 也真有財政 統擔 這麼多 包括世間 包括 學法 所有硝性 部牌 他們的屬性 都不敢 所以當時 在 那個時代 在他那個時代 文宗 學父 就是說 如果有很多人 有想要學習 包括世間的地形 包括 這個 出世間的父母 都要向他學習 如果想要學習 這麼相關的 道理 那麼就是 他 馬明佩産 做為一個 種子 要怎麼說呢 他營燈做學父 他 他所 所 大的 那些道長 做為一個 學父 就是他在那裡 那麼所有的人都要親吻去 都要向他學 他在那裡 文宜說幾年 就是說 他的 一言一行 可以做為 那當時的 一個 公正的標準 大家都向他學習 他說的呢 就算 這個 文宜 文就是公正 疑就是標準 這樣 所以 大家呢 都是向他學習 這樣 依疑做為標準 依疑為主 既然這個 媽明佩産 這麼有才華 所以呢 那當時 既然 既然 這位阿羅漢 他就派人 去到 下學 的國 因為 家鎮圓主呢 他是在 隔壁國 是在印度的 西北方 所以就來到 這個 這個 中印度 這裡 請這個 媽明佩産 為他們 所要做的 這個 筆佩産 論 來 表演出 文句 就是說呢 他要做這段 論 不過呢 他要請媽明佩産來唆 來為他們 請出這段 論 媽明 記,記,記得 既然主,處地皆解釋 主阿羅漢,寄主,佩産 祭僵言辨儀义六丁 妈明随祭中文 那么当妈明菩萨 受到这个 驾神言主 教权 来到家平国的时候 当时 在这里的阿罗汉 这个修宣 第一 驾神言主 先来改学 改学这个 他们最修宣所编辑的 那个阿比丹摩 就是有五万的寄言 那么五万的寄言 他就一项一项 将这个八件 将阿比丹摩 大的八种的分类 一项一项 这样改学给一遍 让这个妈明菩萨听 然后呢 这些阿罗汉和菩萨 就在这当中 向上来辩论 向上来讨论 讨论说 这一项的 要怎么改学比较好 这一项寄言 要怎么改学比较好 因为经历有五万的寄言 所以就要一项一项 在那里讨论 那么讨论之后 最后决定的 就请妈明菩萨 来证文 来证文中 听说他有才华 所以就请他给文中 证文 这样 那么经心理 二年 做比佩萨 奉经 缓百万 记 那么前后 经过十二年 经过十二年 终生 将这部 比佩萨 轮 把他寄出来 这部改学 佩萨 佩萨 阿比丹 萨 当然就是他 撒破 德布的 看法 来改学 然后终生 把他完全 寄出来 那么 缓百万 记 他说改学 他本身 他本身 就相当大破 有十百万 的记忆 若他佛的他們所結結的、所編結的阿比丹摩 一開始是五萬的紀元而已 如果經過改歲之後 就再加二十倍出來 有八百萬的紀元 那麼佛莎也有公改 為什麼要叫做佛莎呢? 因為佛莎就是公改的意思 有很公平、很上市來改歲佛莎的阿比丹摩 當然是以硝莎、薩波、德波的看法、觀點來改歲 現狀法書有反應這篇論 就是台幣無三論 那麼總共兩百萬 這在總共裡面有 這是一篇硝性負荷很重要的論 台幣無三論 那麼標説 這個文中的整部的論 都把這些清澈了 都決定了 都把他寫出來 論那個做好了 那時候 走前原主 阿樂漢 他就條工 撿一個舊筆 用舊頭 上面給他撿一些疑 撿什麼疑 就是主要要標示說 今天 總經以後 如果有來到駕賓國學習執行台幣不三論的人 那麼總經以後 就不可以離開駕賓國 再來 他們過去所編集的八結文句 就是佛所講的阿比丹摩五萬的紀元 再來 再來 包括 比保三論一百萬句的紀元 也不穩存離開這個國家 意思就是說 這部論 法義很不簡單 建立起來 他沒有希望流通出去 大家在這個國家學習就好 他為什麼呢 他說 共有佛 急大生有法的處境法 就是說 他們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怕 吉他的佛牌 撿不倒不以外 吉他呢 十七的佛牌呢 當然 他們的思想觀點是 撿不倒不一樣的 還有呢 他們也強行大生佛牌 會去把這個 他們所建立的政法 把他們破壞去 把他們割落散去 因為他們認為說 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觀點是最順情的 是符合合的意義的 這比較是真實的佛牌 比較是政法 那如果大生佛牌呢 那不是佛牌 還有呢 消息其他的佛牌呢 他們的觀點其實呢 都是撞亡的 他們改歲佛牌呢 都改歲了撞亡去 所以呢 今天真實的佛牌呢 就是 撿不倒不的觀點 比較是政客的 所以他怕說 這佛牌呢 如果流通出去呢 其他人的學習後 都會太空太香 要來破壞他們的這個政法 所以他就條工 規定說 不可以離開嫁平國 這個思論不可以離開 那如果惡的人呢 英文要住在這裡 也不可以走啊 那麼 依立祭祀別王 王亦當初以 那當初呢 這些阿羅漢 他就像這間 像這個規矩 他想要這樣做 想要制定這種規矩呢 向郭王報告 郭王呢 他也同意 這樣好 假平國 宿舊優散 辱行 為友一文春日 自性人以願力 立自雅茶信 領修文 那麼 我們要了解 這個假平國 他的第一環境呢 就是說 他的宿舊優 都有那個膏痠 所以那個膏痠呢 就好比一個天然的聲一樣 蝦窮 蝦窮一樣 我們如果要去到假平國的 就是為了一個問題 可以出入而已 你如果說要翻那個痠呢 因為痠很廣 翻不過 也沒有路人走 所以他就為了一個出入口 所以當時呢 這些阿羅漢 這些菩薩 他們就中緣 他們就翻緣 如果他那個原力呢 來立起 立受很多雅茶信 來幫他修這個夢 他就說 應心通 應心通 應願力 要面臨這個雅茶 這些菩薩的 來顧那個夢 由於有學術法者 能來假平 接骨也來 如果有眾生 有佛提助 想要來學習這部論呢 那麼 你就能來 來到假平國 他不會替你做懂 有想要學呢 都反映 反映你來學 不會替你懂 那麼自性人 有意應願力 令五百雅茶信 為淡萬 由學術法者 自心之骨 無所端法 可在呢 這個性人呢 他們就能心通 應願力 來法院 來明令 用這五百雅茶信 給他們做的 給飯 給他們做的 這個習主 如果如果有人 要來這裡學習 這個必不三輪的人 那麼這些雅茶信 他就更供用 要給付錢 例如說 付錢他們 日常所需要的飯食 讓他們一切開銷 讓他們可以幾心來學法 那麼 阿如三國 唯一法書 明明 佩薩 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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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在百位國家、阿如三國有一個法書 這個法書叫佛薩蘇佛特勒 它非常聰明,有大體肥 還有,它有一個優點就是聽問到人和法 它就能跟它起上,能跟它記住心內 這個法書由佛薩佛特勒余國奉統治 它有想要做這個事情 就是將這個佛薩論相關佛教的問義和它學好統統 那麼當學好統統之後,又起到百位國家來跟它奉養 那麼它要怎麼做呢? 法書特勢為公私人 王家憑說,行在台執中聽喚,日為義揮激,言喬川儀 當時這個法書呢,它就雕工跟祖祭的答案作為一個公私人 就是說那個心,那個心性、色相的人 就自己表現出的好像是一個笑話一樣 它屬性的無笑啦 不過它就將主義表現好像是一個笑話這樣 然後它就驚向家的朋友說 每天就在這個台中集會當中在那裡聽法 因為那裡有在教這部論,就在那裡聽法 不過它在聽法在過程當中,那個行主做五 就雕工給它改善 沒有一個正經的由安 還有在那裡聽法才對 差點就是士 威樂的意思 怎麼了? 高 получается 就是不一樣 例如說在那裡說話、在那裡笑 不過都貼一個正常的人不一樣 為疑也不一樣 說話也點點倒倒 所以他就這樣表現 由時依集中論比無三義 乃問勒無言傳 眾人親自問佛天露 那麼當時在台中集會當中 就在那裡討論比無三的得力 好比說有一個法書 他在台上說比無三論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討論 共同學習 不過這個法書呢 他就教講 就在那裡問什麼話呢 問這個勒無言傳 這個勒無言傳就是印度 印度最初有兩波 很大波的這個故事切 很大波的故事切 那麼他這是其中一波 那就是說民間 民間的一些流通的故事 不過因為經過過年 經過很久長的時間 大家這樣在團 團到最後就有人把他寫出來 把這個故事寫出來 寫成一個很大波的故事切 其中一波就是勒無言傳 這樣 就好比說我們中國 中國的三國縁義 這就像一波很大波的故事切 或是說生猶忌 這樣 很大波的故事切 那麼印度那種 當然相關的民間的故事也很多 但是有的是團團的 有的是人變的 那麼其中呢 有兩波很大波 那麼其中一波就是勒無言傳 人們明明在那裡 在討論比不三義 但是這個法書 刷架這個勒無言傳 裡面的故事 在那裡跟他請教 那條工的 條工這樣 表現得不正常 那麼眾人呢 就禁止這個法書 這樣 那如果聽到 他講話呢 也不想跟他採用 動作不聽到就一樣 因為好比少爺 少爺在那裡 在那裡發表 在那裡講話呢 那不要管理 所以說文本 提用 就是不可以錄用 不可以跟他採用 這樣 以十二年中 聽比不三 得數篇 然後呢 文語衣術 色 最期在心 那麼呢 他正後呢 也在這個 隔壁國 住十二年 在十二年中間 每天呢 就這樣小小的在那裡聽 表現出來是笑的 但是呢 內心是正常的 很用心在聽 聽那個比不三輪 就聽到六遍 然後呢 那個文 還有語 都背了很色 都可以 最期待心來 這樣 因為他想要把這部論 頭髮出國 就用這個方式 今天去報告這裡 讓我看看 我讓我舉到了 兩千萬多個 兩千萬多個 右千萬多個 及到二千萬多個 兩千萬多個 應該展示